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节目开始 我们仅向祝善全体官兵 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 希望深化军地共建 谱写军民雨水情深新篇章 携手共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贯 下面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今年上半年 我是坚定不移走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卯足干劲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 460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03.6亿元 同比增长33.3%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让加快发展的脉动更加强劲 今天上午 省市重点建设项目 深圳汕头深度协作项目 越东三科农产品物流园蔬菜区建成 投入运营 越东三科农商城蔬菜区是越东首家现代化蔬菜专业交易市场 一站式蔬菜采购基地 规划面积约6万平方米 设有精品菜 鲜菜 干货 菌菇类 临时五大交易区 入住商家100多家 运营成熟后 日均交易量将达2000吨以上 目前 蔬菜区已和多个生鲜配送公司 连锁超市 餐饮 工厂等 签订长期战略采购协议 将填补区域市场空白 推动越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我们销售的主要潮商市市 就是饶瓶 潮州 陈海 海陆红 普林这一带交通比较方便 可以说是整个越东地区 大概一个小时都可以到达 能够保持蔬菜的新鲜 越东三科农商城项目占地面积约400亩 总投资近30亿元 项目整体规划为7区 6中心 1元 1基地 商城将立足越东辐射敏越干 打造成为越东地区首席农产品采购基地 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和冷电仓储物流配送基地 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们除了蔬菜业态之外的全业态 包括水产 水果 肉类 干条 茶叶 玉制菜 加工配送 所有的业态我们都会投入运营 我们每年的交易额应该会达到超过100个亿 然后我们每年的交易量肯定会超过200亿吨 我们希望达到成为越东地区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 为当地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来自全球的好的农产品 对于城海区的省市重点建设项目 中科智谷 中国玩具产业城 今年来也加快建设步伐 近日 项目已全面封顶 计划今年底整体交付开源 目前 已有40多家企业确定入园运营合作 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加快玩具产业退城入园步伐 加速产业提档升级 急剧突破 做大做强 越东城际铁路是推动汕潮街交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 其中 龙湖府中 时代广场 汕头一中 汽车总站等地下站点正加快推进建设 越东城际铁路汕头一中站 作为顿购隧道的中间车站 是整个越东城际铁路控制性工程的关键节点之一 目前由我是负责的时代广场站 正在紧罗密谷的施工 顿购机将于24年初下井组装 24年底到达上头一中站 为保证顿购机顺利到达上头一中 我项目部于23年的7月22日进行上头一中的违逼 快速开展施工 争取早日开通越东城际铁路 近年来 我是贯彻高资料发展部署 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建设总指挥部和13个专项指挥部的统筹协调作用 狠抓项目开工和建设进度 逐个项目梳理需协调解决的问题 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上半年 全市460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03.6亿元 同比增长33.3% 其中 312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452.8亿元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0% 发挥了投资增长 主力均作用 148个新开工项目上半年以开工74个 开工率为50% 累计完成投资50.8亿元 为投资增长提供持续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 我是58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76.2亿元 同比增长18.7%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8.3% 进度排全省第七位 7月31号下午 市长曾丰宝带队赴朝阳区 调研百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市部署要求 加大统筹规划力度 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 以示范镇标准 攻坚克难加快振兴发展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奋力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 曾丰宝疫情来到朝阳区海门镇 锦泰水产实业有限公司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勉励企业要深入谋划 加大投入加快发展 带动整个行业做大做强 向海洋进军 向蓝色经济要效益 在东门社区静泰公园 曾丰宝听取社区推进百千万工程 和绿美生态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恕百姓情怀 多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要因地质疑 多种树种好树 持续优化城乡生态景观 助推绿美汕头建设 要加大力度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广泛宣传动员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 在汕头华电发电有限公司 孙丰宝要求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管理 确保一期项目生产安全 加快推进二期项目 早建成早投产早建效 随后 孙丰宝在海门镇政府召开座谈会 听取朝阳区海门镇 推进百千万工程工作情况汇报 他强调 实施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省政府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海门镇基础良好 具备打造省美丽围镇示范镇的条件 要以点待面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 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有新突破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逐家逐户做过细工作 进一步发动千家万户 共同推进百千万工程 垃圾分类等各项工作 让更多的人都动起来 要在加快产业发展上有新突破 统筹好区域的优势 镇的特点 村的资源 着力补链 研链 强烈 精心谋划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要在提升镇域面貌上有新突破 持续深入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 营造干净 整洁 有序的城乡环境 要在增进百姓福祉上有新突破 有效保障民生民安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要在完善体制机制上有新突破 全面推进墙区促镇代村和城乡 融合发展 赫港市领导王阳参加活动 近日 我是召开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大会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资国企的重要论述 和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进一步解放思想加温骨劲 奋力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市投控集团等单位表示 要城市而上解放思想发挥优势 大力谋发展促改革 同心合力把国资国企做强作优做大 市投控集团积极整合资金和资源 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做强作优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旅游 能源投资 房地产开发 产业园区经济 水务建设 会展经济服务 物业管理等业务板块 深度参与三星两队一大产业发展布局 助推我市 在扇扇铁路站坊 以及高铁站枢纽一体化工程 扇投国际会展中心及酒店配套项目 越东城际铁路项目 以及珠港新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取得新成效 市委市政府专题召开 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大会 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 对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让我们增强了发展的信心 厘清了发展的思路 也为我们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作为全市国资高质量发展的一员 我们投控集团呢 有信心 也有决心 聚焦 提效率 增效益 促发展 进一步加强资源和资金的整合 做强 做优 做大 国有资本 助力 我市走好工业力士 财业强势之路 为推动 中国市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贡献我们投控的力量 市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市原市冷链物流集团公司 自2018年新组建成立以来 借助我是推进潮汕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东风 整合粮油食品产业和老字号品牌 培育预制菜等粮油下油产业 打造粮油全产业链 以汕头医药集团公司为核心企业 积极参与医疗防疫物资的储备供应 同时推动省重点建设项目 善良广澳粮库一期和越东物资储备中心投运 智慧冷链物流商贸中心等 省市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并完成集团老字号总商标设计和注册 打造金星路美食街区 助力做好桥的文章和潮菜文章 商贸集团要围绕粮食食品 药品供应 冷量物流 三大业务板块 集中优势 做好粮食储备 物资的供应 以及这个应急保障 也积极融入到 我是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这个战略部级 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将强的保障 下来 三马集团会认真 贯彻落实好 这个本次会议的精神 为汕头国企 这个高质量发展 堵立 前行 是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四年多来 聚焦承担处理企业 历史遗留问题 处置僵尸企业 承接其他集团 剥离的不良资产和债权 债务处理三大任务 取得阶段性成果 接下来 是资产管理集团 将以发展生产经营 为中心任务 推进集团逐步转型 整合盘活优质优势资源 释放新动囊新活力 提升资源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在资本运营 产业投资 金融服务 还有城市服务 这四个功能上 进一步整合优化 我们的国有资源 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 进一步盘活相关的资产 整合相关的资源 为我们上头的经济建设 和思维建设 做出我们国企的一份力量 为我们上头的发展 做出我们国企应有的资质 7月31号晚 雨水晴双雍新 庆祝建军96周年 继古炮台之声 惠民演出活动 在市石炮台公园举办 一曲振奋人心的古月军魂 拉开惠民演出的序幕 活动以雨水晴双雍新为主题 分为 军民融合雨水晴 铁雀忠诚 驻军魂 奋进强军新时代 三个篇章 表达军爱民 民佣军 军民团结一家亲的 雨水深情 这次的晚会主要是以 乐曲 潮剧 潮乐 舞蹈 杂技等形式来庆祝我们 八一建金军 我们要跟杂技演员 相配合 从节奏上 从气息上 从身段上的 感情上的交流 都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相信给观众们带来一个新的视觉感受 此次 惠民活动 由市委宣传部 市双拥办 市国教办 汕头警备区政治工作处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文化发展中心主办 广东潮剧院 市文化集团 新品区石炮台街道 党工委 办事处承办 活动结合石炮台的历史文化底蕴 融合潮剧的独特唱腔表演手法 为观众呈现一台精彩的双拥文艺盛宴 欧哥广大居民 携手并肩 团结奋进的 时代精神风貌 这次文艺演出 即是庆祝八一建军节 发扬双拥精神 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的一次活动 也是我们街道 落实百千万高质量发展工程 构建石炮台文化中心 畅想古炮台之身的首次尝试 网会是非常好的 能够激发年轻人爱国自情 在老百姓那个双拥的日情出来 为我们国防建设 贡献力量 近年来 随着保育国化和文旅融合深入实施 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成为海内外文明的文旅和红色打卡点 广东历史学会成务理事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李鸿心认为 潮汕历史文化远远流长 小公园是其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 要鼓励支持街头文化广场文化活动 以多元的街头演艺文化形态 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 街头演艺不要拘离我们本地的文化 外来的也可以 海内外的都可以 就我们传统的这些 包括讲古 相声这些 不管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 传统的还是新兴的 不管是不是用潮汕方言讲的 那些戏曲啊什么歌 还是用其他方言 我们是桥乡吧 泰语啊 马来语啊 尽可能的就增加游客 驻足时长 增加趣味性 可玩性 李鸿鑫长期从事潮学研究 出版多部潮汕历史学术专著 他表示 汕头的街头演艺活动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存在 并有一定的影响力 将传统街头演艺活动发展创新 为城市增添新的文化氛围 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街头演艺不只是融会 还能够创新 第一个就是传承啊 传心啊 救会啊 就是跟很符合汕头的雨声寄来的 海纳百川的基因了 这个非常非常是贴切的 第二个就展示汕头的城市形象 能够给那个游客啊 外来的人口啊 就是说给一种不一样的东西 有关访谈的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今晚播出的功夫查阅 今天上午 是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举行规范化统一着装启动仪式 执法人员身着 崭新着装 在国歌声中向国旗敬礼 庄严宣誓 连结奉工 执法被民 忠诚履行职责 永当环保铁军 守护绿水青山 建设美丽汕头 副市长李昭等 为执法队着装代表颁发 汕头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着装规范手册 要求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队伍 要认真贯车落实 党得二十大精神 以此次统一着装为新起点 内强素质 外术形象 严格执法 文明执法 全力推动我市 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 由团中央宣传部指导 团省委主办 团市委承办的 青春新向党 奔进新征程 善途市主题宣讲会 昨天举办 活动采取 主会场加四个分会场的方式 打造中央省市区四级联动的宣讲巨阵 全市近千名青年参加活动 在市主会场 共青团中央青运市当案馆馆长胡献忠 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委业中 唱响青春之歌为题做宣讲 深入阐释习近平纵书记 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并介绍新时代青年的特点 及青年工作的方向 也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做一名有理想港当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近日由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 国际潮清联合会主办的 世界潮人2023寻根之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益下令营 走进汕头 18名国际潮团和国际潮清联议会 直属社团会员的后代 开启探寻潮汕文化的旅程 他们分别来自北京 海南深圳和美国之本多地 在盛期间参观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 深入潮汕文艺人才艺条街 开布文化陈列馆 桥批文物馆等地 近距离了解汕头的文化底蕴 桥乡历史 风土人情 后执丧子情怀 进一步增强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心和家乡认同感 海外华桥在外 对家乡的思想知情 也对家里儿女的思念知情 我第二次来到汕头的小公园 我觉得这些建筑很古风 很好玩 然后非常有特色 带他们回到了汕头 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我们也希望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更多的海内外的这些小潮人 这些社团的后代 能够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寻宝 近日汕头市南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执法大队在开展网络巡查时 发现某网络平台用户发布 南澳岛出海敷钱一天游等 招来有客旅游服务信息 执法人员依法取证 并通知当事人接受调查 经查 当事人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旅游服务信息 同时组织招来两名游客到南澳无居民海岛游玩 我意识到我自己第一个就是没有资质 那意识到这方面就是一个违法违规 还有一个就是以后也不能说 带游客去这些自然保护区 去到自然保护区也会破坏这个生态 那我们游客建议就不用到这个地方去游玩 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核实 该用户事前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旅行室业务 我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人民币2万元 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在线旅游经营单位和个人 应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3条的规定 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组织接待旅游者 不得安排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 法律法规和社会功德的项目或者活动 南鹏列岛是国家体海洋自然保护区 在自然保护区相关区域开展旅游活动 是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自然保护区相关区域开展旅游活动 是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我局呼吁广大市民及游客 不要参与在此类自然保护区内 进行捕鱼 钓鱼 清水等非法海上旅游活动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